澳门城市一岁捷与塔石一须 于近日同场节目 现场设置近百个特色摊位 推出了近70场演出以及活动 吸引了不少年轻艺术工作者参加 我们是来自澳门的 今年是第一年我们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今次我们以两棲爬虫为主题 希望澳门的市民可以对两棲爬虫增加他们的认识 那为什么会设计到有点古典风呢 其实我们主要想吸引更多的女生去接受两棲爬虫类 因为可以设计到更多女生 他们就会觉得其实两棲爬虫都不是那么恐怖 我是今年第一年参加的 我是代表澳门美术协会 在这个魏虫这个活动里面 就展示我近这几个月所做的一些产品 希望可以做到一些产业出来 还有可以在国内那方面 如果真的被买家看重 可以大量生产 这是我其中一个目的 我们是澳门的猫空间 艺虫我们年年都参加 一开始就参加到现在 其实感觉上就越做越好 因为由初初一路摸索 就是以本地为主 但是其实所有东西成长 发展都需要时间 澳门很难 一时间有百花十放那么多 就是有搞文创的组织等等 就见它是 譬如去年就邀请台湾 国内 就分开两次 今次更胜大一点 台湾国内一齐来了 各样东西是看得它越做越好 其实我们这个铺 其实很多人眼中都很有特色 因为我们是 卖猫主题的东西之余 它本质上是一个慈善店 我们赚了钱又去帮猫 过去三年来 我们帮了七百多只猫 在没有任何正规津贴底下 我们靠自己能力去帮猫 艺岁节不但给予艺术爱好者 一个分享创作的平台 更为两岸三地的艺术工作者们 提供了很好的文化交流机会 谢谢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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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